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女作家 悲痛地搬到了海边小镇居住 在那儿她认识了一个帅气的灯塔看守人 并与对方相知相连 然而一天脸人忽然失踪 她私下打听寻丑才得知 对方居然已经死了整整七年 可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大家好 我是妙儿屋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 2006年的悬疑电影《神秘群岛》 与种是为才华横溢异常销榜排名第一的小售作家 一部作品的稿费已经涨到400万英镑 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她的现任丈夫是个编辑 并且写小说能这么来钱 也就跟着写起了小说 但出版社觉得 她的内容实在是不行 直接退了口 女主还好心地安慰丈夫 鼓励她不要放弃 不过天父这事 要是命里没有 真的再努力也是白搭啊 女主还有个可爱的儿子 虽然由于再婚的缘故 儿子对现任丈夫心怀芥底 但整体上来看也还算融洽 直到有一天意外突然发生 这天 儿子过来缠着正在写作的女主 要她陪自己玩一会儿 可写作最重要的是灵感不能断了 女主敷衍了她几句 让她先去外面等自己几分钟 于是儿子便自己来到了阳台 因为阳台领水 所以平日都会把通往 河边阳台的铁门给锁起来 可这一天 女主恰好忘记了锁门 懵懂的儿子就这样 独自来到河边玩耍起来 当女主完成创作 准备好晚餐出来寻找儿子时 发现儿子已经意外逆用 女主为此悲痛一觉 久久无法从悲伤中躲出来 但新书已签约 创作不能停 于是在闺蜜的推荐下 女主带着儿子的玩具 和心理医生开了药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海边小镇 附近距离很少 环境静谧 特别适合创作 至于老公嘛 因为这场意外 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不过女主现在需要精心写作 无心处理繁杂的离婚官司 所以她打算写完书后 再回去办离婚手续 女主的新家 是一幢面朝大海的小木屋 到达这的第一天 她就认识了附近的邻居夫妇 随后她逛到小镇上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那人对女主说 你儿子在那等着你的 说完还看向了不远处 正莫名晃动的秋千 女主十分惊讶 先问个仔细 可女人很快又改口说 自己认错了人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而随后的日子里 儿子的失影 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让她无法专心创作 为了寻找灵感 女主自己开船 去对面的小岛上 想找找创作素材 因为岛上有座灯塔 而她的新书中 恰好也要写到灯塔这个元素 就在她拍照躯进时 一个男人忽然走了过来 跟她打起了招呼 这个人也是本篇的男主 他自我介绍说 是灯塔的管理员 知道女主的身份和来意后 便友好的邀请女主 去自己家吃饭 可这才第一次见面了 女主礼貌的玩具了 这天夜里 女主写作 累得趴睡在桌上 这时 儿子生前的电动玩具 忽然想了起来 吵醒了她 正当她疑惑不解时 她的余光 瞥见儿子从窗外路过 她立马追了出去 只见儿子拿着玩具 正站在海边 她激动的上去 一把抱住儿子 结果儿子却往后一倒 把她拖下了海 还在水底死死的拽住她 恐惧令女主惊醒过来 才发现 这一切只是一场恶梦而已 第二天 她无心在创作 想起上次离开灯塔时 男主的热情邀约 便前往拜访 想要上塔顶参观一下 而男主也非常友好的 带着女主一怒向上 边走还边说起了 自己的家庭和灯塔的故事 她的家族世代守护灯塔 她自己也在这里结了婚 只是 她的妻子无法忍受 与世隔绝的生活 并离开了这儿 说着说着 两人也到达了塔顶 从这里眺望出去 风光那是格外的美啊 女主离开前 还把自己写的一本小说 送给了男主 这之后 两人常以灯光为信号 互相联系 并约着一起吃饭聊天 从各自的工作 聊到当地的传说和传统 两个孤独的心灵 就这样互相慰藉着 慢慢走到了一起 风吹拂过草地 拍打着海浪 时间也如流水般逝去 他们像一对流浪在天涯海角的情侣般 过着真正的二人世界 一天 两人拍合影时 女主联想起了 自己和儿子拍照时的情景 心情顿时低落 匆匆告别男主后 独自来到镇上的酒吧消愁 其料 那个怪女人再次出现 问女主是不是因为没所闹到门而双心 还说 你儿子一直跟着你 现在他正握着你的手呢 女主吓得摔碎了手中的杯子 惊动了任何其他人 怪女人联盟离开 大家都劝女主不必理会那女人 那只是个想吸引别人注意的疯子罢了 可只有女主自己知道 怪女人恰恰说中了她的心结 于是 她打听了怪女人的住址后 找上门去 想问个清楚 可却没人开门 回到家 她始终无法食然 心绪难平 于是她开船来到了灯塔 向男主诉说了自己的困惑 难道儿子真的在跟着自己 那场意外让她无比懊悔 要是当初自己没有敷衍儿子 那悲剧就不会发生 女主每次想到儿子在水里侦查 却没有人拉他的场景 就无比心痛 男主看着他脆弱的样子 心疼的吻了上去 用最亲密的姿态 抚慰着他内心的不安 第二天 两人在床上醒来 关系也加亲密了 男主送了一个木雕小船给女主 两人还一起在沙滩上埋下了一个贝壳 传说 将来如果其中一个人 能回到这把贝壳挖出来 两人就会永远在一起 傍晚分别时 女主想起邻居夫妇 邀请她明天参加生日派对 立刻男主约定 下午要给一通前往 然后女主离开了小岛 回到了家中 心情也释然了不少 男主就像一树光 驱散了她心头笼罩已久的阴霾 她连创作都变得纹丝全涌起来 第二天下午 她如约来到派对 可男主却迟迟没有出现 无奈 她只好去问邻居 有没有见到男主 其料 在场的人听到 女主要找的是灯塔环令员后 全都看了过来 邻居大神询问再三 这才告诉她 这个人早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尽管大神说得很认真 可女主依然无法相信 她转头向牧师确认指示 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玩笑 但这怎么可能呢 她再次来到灯塔 只见里面空无一人 所有的生活物品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邻居大神出于担心 也追到了灯塔 她退休前 正是这个小剑的警官 她告诉了女主七年前发生的一切 当年 灯塔管理员提前回家 撞破了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渔夫偷行 便和渔夫打了起来 妻子在阻止两人打架时 头不小心撞到水管 就此隐秘 伤心的管理员 一用钩子杀了渔夫后 便从灯塔的阳台上跳了下去 当场死亡 而镇上的人之所以对此事闭口不提 是因为当年他们所有人 都知道她妻子偷行的事 却没有一个人捅破此事 可以说这场悲剧的发生 小镇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而自从这起惨案发生后 灯塔就安装了自动化系统 已经不再需要人工看管了 所以小岛一直就没有人在居住了 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为了证明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她回家找到了合照使用的相机 可里面压根没有胶卷 木雕小川也不翼而飞 大叔还告诉她 她现在住的房子 正是从前渔夫的家 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亦或是她碰到了什么灵异事件 她不想去相信什么怪力乱神 可墓园的墓碑上 明明白白的刻着男主的名字 这又该如何解释 她不死心的跑去图书馆 查找当年的报道 想要确认灯塔管理员的长相 可报道此事的报纸存档却偏偏正好确实 不过也从工作人员口中 侧面印证了当年确实发生过这起案件 她有些崩溃 想到心理医生让她要不能停 可她却置若网闻 她开始相信 或许男主真的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罢了 她把自己的状况告诉了闺蜜 闺蜜听后很担心她 当即表示要立马过来看她 晚上女主信心然的趴在桌上 写不出一个字 就在这时 窗外的灯塔忽然又开始闪烁起来 她不幸邪的再次来到灯塔 女主射击而上 来到了灯塔的阳台 竟然看到男主背对着她站在栏杆边 而闺蜜也在这时赶到了灯塔下 呼唤着她赶紧下来 就这么一转头的功夫 女主再望向男主时 发现男主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主和闺蜜在塔内会合后 她告诉闺蜜 自己又看到了男主 可闺蜜并不相信 还提醒她一切不过是幻觉 就在此时 女主看到男主忽然出现在闺蜜身后 并向他们缓缓走来 可闺蜜转身 却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刺死了闺蜜 女主被吓得仓皇而逃 她跑去找了邻居大叔 把她带到了灯塔 结果地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难道光泽的一切又是她的幻觉 她回家立马打电话给闺蜜 可电话始终无人接天 于是她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心理医生 描述了自己看到的离奇状况 摆脱她去闺蜜家确认下 可医生只觉得她是有发病了 糊弄了她几句就挂掉了电话 而就在此时 而是的玩具 诡异地出现在了大门前 女主瞬间想到了那个怪女人的话 于是再次找上门去 想问个明白 而怪女人告诉她 你的儿子一直在你身边 想给你警告 让你不要再去小岛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女主懵了 难道不是自在幻觉 而是岛上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 怪女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灯塔管理员的魂魄 一直就被困在那个小岛上 女主听后 当即决定连夜收拾东西 离开这个小镇 可就在她回到家收拾东西时 发现自己的打印机上 居然出现了一封 以她口文写下的遗书 正当她疑惑不解释 有人忽然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口鼻 迷晕了她 而那个人 正是她还没来得及 办离婚手续的现任丈夫 并且一旁 还有女主最信任的闺蜜 他们两个居然搞到了一起 还联手给女主设计了一个大圈套 小镇的火车站内 闺蜜付钱给男主打发她赶紧离开 原来男主 不过是他们请来的演员 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以为 女主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这样方便他们伪造女主精神崩溃 跳海而死的假象 丈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女主的巨额遗产 这操作可谓是十分的歹毒了 完成任务的男主正准备离开 却忽然想起 被他偷偷扔掉的胶卷里 有他和女主的合影 他担心留下证据会因此暴露 便回到了灯塔附近 找到了胶卷 离开时 他正好看到之前 他和女主卖贝壳的地方 想起那个古老的爱情传说 他鬼使神差地 却把那个贝壳挖了出来 他只是个骗子 他的身份迟早会被揭穿 根本不可能和女主真正地在一起 而且他也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此时 不远处的灯塔忽然闪烁起来 这是谁在里面打出的信号 男主好奇地进去想看个究竟 结果一进灯塔 收音机忽然开始响起诡异的音乐 曾经吊死渔夫的铁钩也缓缓上身 而男主仿佛看到了特别恐怖的东西般 被吓得步步后退 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那么你猜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此时的另一边 昏迷的女主被丈夫和闺蜜带到了灯塔附近 双脚也被铁链锁在了船锚上 他渐渐行转过来 听到两人的无耻阴谋 本想通拿钥匙自救 却被闺蜜发现 经过一番队之后 最终还是被两个凶手合力扔进了水里 船锚也把他拽向水底 他拼命挣扎可根本无济于事 而水面的两人行踪之后 看到忽然闪烁的灯塔 心虚地担心自己的罪心被人看到 于是一起前往灯塔 区区人里面有没有人 此时水中的女主已经放弃了挣扎 可就在这绝望之际 耳边忽然响起了儿子的声音 看看你的身后 她回过头去 只见铁链的钥匙正在水里缓缓下沉 女主一把抓住钥匙成功自救 并气得赶往灯塔想为自己报仇 她靠着偷袭砸伤了丈夫 闺蜜也在和她的推丧中 头撞到水管一米呜呼 不过女主还是在和丈夫的最终对决上落了下风 只好先躲入阳台 丈夫打算追杀上去 可此时空中悬挂的铁钩忽然慢慢下降 她看到男主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便质问男主为何拿了钱还不离开 可对方却边拉过铁钩便告诉她 自己并不是男主 说完就把铁钩刺入了她的腹部 显然男主是被灯塔管理员给附身了 他走到阳台来到女主面前 用自己最后一点意识 把背壳交给了女主 然后被控制着从灯塔一跃而下 这起惨案几乎和七年前如出一辙 电影最后女主完成了创作 彻底告别了这个小镇 她回到家中 再次打开了阳台的刀门 重回这身心地 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虽说生与死是最遥远的距离 可爱与守护却没有距离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撒狗粮的猫